大家好 在深圳完成14天隔离之后 我从深圳北经过广州南 坐高铁回到我的老家广西桂林工程 这是商务座的后车区 我进来看看 这里面有各种小吃 都是包括在车票里面的 人不多 这可能有热食 但是我来的太晚了 所以没有办法享受他们的服务 但是有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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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吃 还有什么咖啡茶之类的 这里面环境我觉得还不错 里面也有wifi 但是我没有用 因为我自己有流量 好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中国的火车站 一般都是规模非常大 和机场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很多老外来到中国之后 就对这种中国这种基础建设设施 非常惊叹 好 现在这两个工作人员 带领我们商务区的人 直接上火车 相当于一种特殊的服务 毕竟付的价钱不一样 排队的人其实还是挺多的 这辆车好像比较满 这辆车好像比较满 反正商务做的都满了 大家看到对吧 这火车站内部特别特别大 这大厅 我在别的国家没有见到那么大的 也许我去过国家比较少吧 虽然我去过 应该是五六十个国家 把这个世界上这个全球那么多 每个大洲都几乎都去过了 你看这排队对我是不是特别长 马上就要开闸了 然后我们直接从 旁边那个地方有个商务做的 那个入口 或是出口都无所谓 怎么说了啊 从那里直接进去了 因为他原来就检查过我们的身份证 所以肯定是放心我们的 我这次回来因为带的是护照 所以不能像左边这些人那样 直接刷脸或是身份证这样过去 这里就是商务做的那个出口 专用专用出口 下来之后就跟其他人没有区别了 先坐电梯下去 看见这个复兴高铁了 复兴号是目前中国应该是最先进的吧 也是我觉得肯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之一了 也许是最先进的 绝对是排得上前三的这 然后我直接走到走到地地地节车厢 刚才讲话不是特别流利 这估计有八节是十六节车厢吧 具体不知道 第一车厢对吧 第一车厢 我载到车头 我们载到车头去看看 这个复兴高铁的车头 我觉得真的是最漂亮的 现在世界上 流线型的特别尖 它的最高最高时速 目前运营的时速是每小时350公里 主要好像在比如说北京到上海 那那那条线路跑得比较快 但是深圳到深圳北到广州南这里 最高可能是31320左右吧 毕竟太短了 它就有一百多公里 出站出站进站都有不少时间 左边那个是德国技术的高铁 左边那个和德国的那个Ice是一样的 就是西门子的技术引进西门子的技术 是引进了中国付了钱的 前面你看也是复兴号高铁 好 等一下我们就进入车厢了 去看看到底复兴高铁的商务座 在这里说一下 在中国商务座和外国的不太一样 外国的火车应该是没有商务座 只有一等座二等座 中国有二等座 一等座 还有商务座 商务座是最高等级的 好的 好的 谢谢啊 不要 这个人跟我换座 其实后来我才发现我自己座位都弄错了 我是四系 他问我是不是三系 我说是 当时没注意 所以这位工作人员登记 现在吃午饭的了 问你要不要 因为它是包括在车票里面的 还有这饮饮料 还有这种是零食 他也发了 我发现零食 我不是特别 这主意最好 但是我觉得很不环保 他就是一点点东西 每样一点点东西在在里面 你看那么多这这种垃圾啊 塑料垃圾 我觉得真的特别不环保 所以不太 我不是特别喜欢 这个主意不喜欢啊 还不如你包在 一样东西 除一点 除一点 然后包在 放在一个纸袋里面 然后交给大家 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我只是从环保的理念来说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好 这商务座内部了啊 我觉得这座位特别特别现代化 要比应该跟飞机上面的一等舱 差不多了吧 要比旧的那飞机的一等舱更好 当然没有那种新式的飞机的一等舱 宽敞啊 不过它的前后还是位置非常宽的 大概应该有两米多吧 如果放 躺平的话 火车开动了 首先是深圳北往广州南 这段是跑的别快 它有的时候可以超过300公里 刚才说了 因为这段毕竟只有一百多公里的距离 所以 除了那个出战 进站之外 没有多少那个距离了 所以它顺时可能可以超过300公里 大部分是250左右 我试着下厕所啊 看看工不工作 然后里面有什么厕所纸啊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各种标识都比较明显 还有负负责人的名字也在这里 那个值日表 插手的纸也在这 也比较干净 总体来说是比较干净的 然后我到一等餐的另外一个 那个包厢里面去看了看 这里面座位也 不多 很少五六个可能吧 五个 还是六个 对 然后我又回到我这间车厢去看看 已经开始备午餐了啊 这车厢有两个老外 不知道他们干嘛的 也没问 现在我见到老外都懒得理他们 好 我们到一等座这边 刚才说了 中国的一等座和那个商务舱 是跟外国飞机上面相反的 一等座在 中国的是属于中间那个等级的 商务座是最高等级的 在火车上面啊 也挺满员的这一趟列车 他我特别喜欢他的灯光那种设计啊 特别有现代感 未来感 然后他的标识也非常的专业 对吧 你看他座位的灯光 车开的非常平稳 毕竟他那个铁轨呢 这个轨道都是最现代化的新铺的 无缝的啊 列车上面 我觉得中国的火车 不管是慢车是快车 那个列车上面配备这些东西 还是比较完备的 在世界上 我没有见过其他国家的火车 有那么完备的 大家等一下 可以看到啊 洗手盆这里有灯光挺好 这里你看 烧水的设备 因为在我没有见到哪个地国家 有这里你看有纸杯 他要提供给你有冷热水 你可以自己泡茶 因为在国外 比如说在德国 他绝对没有这种东西免费给你啊 什么都想卖给你 然后他要挣钱呢 哪有这饮料免费的 这种这种水 其他国家也没有 我是说在火车上面没有这种设备 所以我觉得这点挺好的 然后呢 很多人他可以在火车上面吃泡面 什么什么之类的 不过我不太喜欢 因为我不太喜欢车厢内 老是充斥着泡面 还有各种各样的食品的味道 好 我们回到了 你看有的人差不多半躺了 这座位可以放下来 当一张床也这样使用的 到后面咱们就知道了 那里就是餐食了 好 已经这位女士 已经得到她的午餐了 午餐是包括在车票里面的 我觉得这午餐 如果是按照火车 火车上面的价格 应该相当于人民币50块钱左右 谢谢 五六十块 加上那种零食饮料 如果在德国 起码相当于人民币 150块钱的价值 一般就是相当于1比3 中国相当于它的三分之一的价格 有一个汤 这个汤我觉得挺好喝的 虽然是那个 可能是微波炉加热出来的 很好 很好吃 这饭也很好吃 一个人的分量足够够 反正我肯定够 舌尖上的旅途 反正我够了 我没吃完 因为我原来我在商务 喉车区的时候 我吃了一点饼干之类的 他有他有那个毯子 可以给你盖 然后呢 还有那种一次性的鞋 也可以给你自己穿 好 我现在试试座位啊 看看座位公布工作 我先不坐在上面 给大家演示一下 半躺的 现在 好 又按一下 然后是放平 躺平的 相当于床一样 应该是1米7到1米75的 完全可以躺平 如果1米8到1米9以上的 就可能有点弯了 那个脚 或者把那个挡板 前面的挡板把它 放平吧 可能可以 我没有事 好 我现在亲自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看 我现在是 作者的 然后我把它放下去 应该是 对吧 大概前后全部放平 估计要30秒钟左右吧 马达的声音还是挺美的 那个声音啊 开动的时候 嘟嘟嘟嘟 听起来很悦耳 你看我已经躺平了 列车开着 左右的窗户给大家看看 躺着是非常舒服的 如果是长途的话 真的一点都不累 你看我完全可以躺平 我人不高 那个年代 我们小的时候 刚涨身体的时候 没有什么营养 如果营养好像现在这样 肯定可以多长高10厘米 肯定可以 好 现在我又把那个座位 把它放上来了 慢慢的放上来 那个马达的声音很悦耳 对 现在全程都要戴口罩 防疫措施 应该现在完全已经放回了当座位了 大家看看对吧 我已经坐着了 前面的很多位置 另外一个角度了 对吧 真的很多位置 完全够用 这位置 太宽敞了 他觉得是方便 那个座位放平 对吧 所以需要前后 那么多的位置空间 今天天气有的时候很好 有的时候下雨 因为那个列车比较快 现在应该是出了广州北 往工程方向了 经过怀吉 怀吉是那个 该挨折广东 属于广东省 还是广西省的了 广西庄主治区的边边界了 过了怀吉 就是贺 所以所以广 广西的贺州管的了 管辖 从广州 从深圳北到我的家乡工程 一共停了三次吧 广州北 那个啊 广州南 然后是怀吉 你看就这这这一段的 只有最高速度250公里了 也就是桂广高铁这一段 就是最高速度是250公里 你看人家躺平的 顺时可以达到300公里 或是300多公里 我是在深圳北到广州南 那时拍摄下来的 是照片 因为我在拍视频的时候 一直拍不下速度 所以放两张照片下来 你看人家都纷纷躺下了 很舒服 这个车票我说说吧 从深圳北到工程 大概是500多公里吧 一共是人民币580多块钱 好像是应该是580多块 不到600块 当时我就觉得很贵了 但是做过之后 我觉得很值得 这样这个价格相当于80欧元 在德国这80欧元 哪能够享受这个待遇 80多欧元要有点优惠了 在德国普通的二等座 比如说这个距离 就相当于德国的首都柏林 到我所在城市科隆 500多公里 500多公里 在德国大概要开5个小时 5个小时左右 对4个多5个小时 在这里是开两个半小时 而这里是中国 刚才说了250公里的路段 不是最快的350公里的 350公里的 我估计距离最多是两个小时就到了 好 这里进入贺州了 非常的漂亮风景 它和桂林山水都差不多了 这段我觉得 而且天气来看特别好 对吧 天气你看它能见度 空气特别通透 能见度太好了 可能也是空山新雨后 刚刚下过雨 然后雨过天晴 空中的水气不是特别多 所以就显得空气特别通透 而且南方全是绿色 所以看去对眼睛来说 是种很养颜的东西 养颜的东西 养颜又养颜 空气养颜 然后这风景养颜 现在我们进入贺州车站了 也是这一代非常非常美 减速慢行 马上要停了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这次回来 我觉得最大的给我的感受 就是空气特别好 不管是在像深圳 香港还是广州这样看到 反正我觉得 至少能见度还是非常高的 如果从能见度 你就可以看到空气质量 至少是一个指数 对吧 一个不是指数 指数参数 这里的空气当然更好了 在工业不是特别多的地方 贺州也是属于广西 可能工业属于中等 估计也不是特别好 也不是特别差 他离广州就是坐高铁 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他们讲的话 跟我们家像话差不多 但是在这里有讲客家话的 还有讲当地的官话 还有讲粤语的 反正贺州的语言特别杂 有两三种语言 所以交流一般来说 如果听不懂 当地的官话 只能讲普通话了 南方本来就方言特别多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 梁广 因为它山特别多 广西 所以我们广西的方言 其实特别多 好 我们又开始出发 左边那个应该是 引进日本穿旗的技术的 250公里小时的 技术的列车 当然现在全部都是 消化吸收了 然后自己又改进 所以应该是中国的高铁技术 事实上 肯定是排得上很在前面的 可能数一数二 或者是前三 大家可以看到 对吧 你看 贺州这个站附近的风景 真的真的是无敌 贺州它不仅有高铁 它还有慢车 可以到湖南那边去 应该是经过江华 富川江华这边到 湖南 猪洲好像有火车的 我特别喜欢这种桂林 或者这一带这种小山 小山包 它就从 其实这一带都非常平的 就是这山突然拔地而起 像这种 我觉得挺秀丽的 而且山不高 一般都是100米 有的时候几十二三十米 有的时候两三百米 就属于高的了 一般我觉得就是几十米 到100米左右 而且这种山 它是因为全是石头的 所以不会形成泥石流 或者是水土流逝也比较少 几乎应该没有什么水土流逝 就是下大暴雨的时候 可能河流有点浑 平时都是比较轻的 你看那云彩 还有天空 还是比较漂亮 刚才说了特别绿 南方真的特别绿 因为现在是五六月份 又是雨季 到处到处呢 绿意绿油油的 绿也匆匆 看着是一种享受啊 所以大家跟着我一起去旅游了 现在 驶出鹤州 然后前往下站目的地工程 工程离广州 应该是378吧 380公里左右 直线距离 动车两个小时 现在还是每小时最高速度 接近250公里小时 在这里插个笑话 昨天我把中国复兴号高铁的商务座 图像发给一个德国朋友 他看到之后特别震惊 他说中国有那么先进的高铁 然后问我大概要多久时间 这个段旅程 我说是两个半小时 500多公里 他听到之后更惊叹了 他说500多公里 才两个多小时 像在我们德国要四五个小时 也就是大概五个小时左右 也就是中国两倍的时间那么多 而且还死贵 他说 然后我告诉他大概是80欧元 我这个商务座 还包括吃的喝的什么东西 他听到之后更惊叹了 他说80欧元 在德国普通座都要80欧元 而且什么吃的都没有 而且还经常晚点 然后他告诉我 今后我一定要去中国 去坐坐复兴高铁 然后试试所有的东西 然后他还说两个半小时太短了 我连作为的这些功能 还有吃饭什么都还没有事 就到这了 反正真的他听起来 一个是震惊 一个是羡慕 基督恨 变成了德国的恨国党了 好 应该是差不多到工程站了 这样一个是叫白溪村 我来过小的时候 离我们家不是特别远 可能5公里左右吧 以前小的时候走路 后来骑单车 也就自行车 我们到工程站了 下我下车了 这就是从深圳北到工程 两个半小时就到了 500多公里 在德国这个距离 刚才说了 要一般要4个多到5个小时 也就要两倍的时间 所以中国的高铁还是挺快的 这个路段是贵广啊 它是属于最高时速 足处有250公里的 你看 是不是特别快 特别特快 呼啸而过 好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